大家好,这节课我们来学习在ES当中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叫做深拷贝与前拷贝 首先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如何把一个对象复制给另外一个对象 我相信聪明的你马上会反映出一个方法 就是上节课我们讲过的叫做object.assine 因为上节课我们刚刚讲过它的用法 它的作用是不是就是进行对象的拷贝的 但是object.assine真的靠谱吗 真的能够实现对象的一个拷贝吗 大家看这边我们先打一个问号 然后我们通过例子去演示object.assine 在复制对象的时候到底是不是真的靠谱 上代码吧 我们先建一个文件叫做2-10.js 然后把它引进来 首先我们在2-10里面 我们先去定义一个对象 因为我们现在要复制对象去 比如说叫做目标对象 比如说我们叫做target 然后它一开始是一个空对象 紧接着我们再定义一个sauce 比如说它表示我们就是要复制的这个对象 比如说大家看它里面有a的属性 比如说1b的属性是2 然后我们通过object.assine 这样一个方法 把我们的sauce复制给target 第一个是目标参数 第二个是我们要复制的那样一个参数 接下来我们输出这个target 更不要参数 我们看一下它的值是不是我们想要的 这边我打开f12 大家看是个对象对不对 再刷新一下 它就会展开 a-1b12 没有问题对吧 非常好 大家再看 比如说我现在这样 在target里面 假设还有一个a 假设它的值是5 这个我们前面讲过 当两个属性一样的话 后面的是不是会把前面的覆盖掉 所以结果是什么 是不是应该是a是1b是2 好像也没有问题对吧 大家再仔细看 比方说我现在 这个里面我现在把它删除掉 把它先变成一个空对象 我现在要把sauce 这样一个对象变得复杂一点 大家看 a对应的不是一个基本数这个情况 而是一个对象 在这边有个b 比方说b还是个对象 然后在这边有个c是1 跟b并列的 假设还有个e 比如说b是2 还有个f 比如说是3 大家仔细看 这个时候sauce是不是变得复杂了很多 对象里面又签套对象 里面可能又签套对象 对吧 我们看结果 我们看是不是target 展开以后 a里面有b b里面有c c是1 e是2 f是3 好像也是正确的 对吧 大家再看 我把同样的结构 比如说在target里面 也具有同样的结构 只能变一下 比如说e是4 f是5 这个我们前面讲过 结构一样 后面就把前面的覆盖掉 也很简单 这时候target 是不是应该是 后面的应该是23 我们展开看一下 大家看结果 e对应的是不是23 也没有问题 那为什么刚才我们还打一个问号呢 大家再仔细看 比如说在target里面 还有一个g 比如说有一个6 g的这个属性等于6 是不是在target里面 是有这个属性 但是sons里面 是不是并没有这个属性 那这个时候 我们覆盖的时候 g是不是不应该被覆盖掉 所以说这边输出target 是不是应该有g等于6 这样一个属性 对吧 这是正确的 但是大家仔细看结果 如我们所料 展开 展开 大家没有发现 这里面并没有g g消失了 所以呢 这个就是刚才我说的 object assign 在拷贝对象的时候 其实它是有问题的 它对于基本属性类型 可以直接去替换 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对于引用属性类型 它其实就只是把地址 直接指过去 这时候是不是如果结构很复杂 这里面有引用属性类型 那么有些属性 是不是就会丢掉 所以呢 我们使用object assign 去复制一个比较复杂的 一个结构的时候 其实它并不安全 这个一定要注意 所以我们说object assign 在拷贝对象的时候 它其实只是一个 前拷贝 并不是深拷贝 那到底什么是拷贝呢 再举个例子 大家看啊 是不是已经发现 object assign 这东西不是很靠谱啊 大家再看 比如说我定一个a 比如说a等于5 然后呢 再定一个b 比如说它等于a 这时候我输出a和b 这很简单吧 这两个都是5 比如说在a输给b以后啊 a的值变化 a又变成6 我想问大家 这个时候a和b的值 又是多少 很显然a是6嘛 我想问的是 b是否会随着a的变化而变化 大家看结果 6和5 a是6 b是5 这个说明啊 当a发生变化的时候 b并没有随之变化 这是正常的对吧 这种我们可以认为叫做深拷贝 也就是说 两个值互相并不影响 大家再看 再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定一个obj1 是个对象 里面有内部属性 比如说就是卸成 比如说h 比如说34 大家看 这时候我再去定义一个obj2 等于obj1 我分别输出1和2 跟大家讲一讲 2这个对象会怎么样 它是不是也应该有内部和a的属性 然后对应的值 是不是也应该是卸成和34 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大家看 比如说在拷贝完成以后 然后我是不是输出了1 我现在啊 要把obj1里面的a值 比如说我希望我永远18岁 特别年轻是吧 改成18 我还要问的是 obj2里面的a值 是34 还是18呢 保存 答案这个结果 大家有没有发现 obj2对应的结果 跟obj1一起变化了 也是18 大家看这个电码 第34号 是不是也是18 32号输出34 是因为这个时候的a值 还没有改变嘛 对吧 比如说我把它挪到下面去 我先改变 再输出 这时候两个输出的值 是不是都应该是18 所以我们发现 当1发生变化的时候 2也跟着发生变化 这种呢 就叫做前拷贝 大家还记得 我们前面画的一张图吗 在ES当中 基本数据个型 是存在站在寸里面的 而我们的引用数据个型呢 是不是存在堆在寸里面 然后在站在寸里面 指向那块内存空间 所以呢 我们这句话 代码第31号 相当于是 obj1和obj2 指向了同一块 内存地址 所以说当 1的a值 变成18的时候 2的a值 也随之变化 这种呢 叫做前拷贝 但是呢 这个并不是我想要的 我希望当前是一个深拷贝 既然要拷贝你这个obj1 那么你就给我形成一个 跟obj1长得一样的 这样一个obj2 它们两个不能互相干扰 这样的话 相当于两个对象 是在不同的内存地址 它们两个互相不干扰 这种的深拷贝 那我们应该如何去实现 一个深拷贝呢 obj1.3 肯定不靠谱 对不对 那怎么办 在ES里面 有这样一个方法 叫做json.j5 另外还有一个方法 叫做json.pass 其实json 它是四个单词出写 叫做javascript object notation 叫做js的 对象拷贝 我说一下什么叫做json 首先json呢 它其实就是一个字符串 大家注意 它其实就是一个字符串 只不过这个字符串 跟普通字符串 不太一样在哪 它其实里面 表示的是一个对象 比如说注意 我这里面的字符串 是不是里面写个大括号 对象的话 是不是我们叫做tvalue 简直对型 比如说这里面有个值 a表示你好 这里面还有个b表示word 那我们的json 和对象有什么区别呢 大注意 对象的key 我们外面是不是没有引号 但是json的key呢 我们需要外面加一个引号 而且json的本质 其实就是一个字符串 那json有什么用 其实现在很多项目都是这种 前后端数据分离的 前端是一个项目 后端是一个项目 前端项目和后端项目 是不是经常会发生一些 数据的传递呀 比如说后端查询到一些数据 需要传递给前端 或者说前端需要把一些数据 提供给后端 这样交货的话 是不是要以某种格式去交换 在早期 其实用的比较多的是xml 大家可以摆度一下 其实xml在传输数据的时候 它节点大小会比较大 那如果比较大的话 是不是传输就会慢 对不对 现在在前端的交互的时候 基本都是这种Json格式 比如说大家看 如果后端反馈过 我们Json格式这样一个字符串 那前端接收到以后 我怎么使用这个字符串呢 其实我们就可以用 下面这个方法 叫做json.pass 它的作用呢 就是可以把一个 Json型的字符串 转化成对应的一个对象 输出一下这个obj 大家看一下 它就用结果 有没有发现 它其实就是一个对象 对吧 当然我们是把一个字符串 通过json.pass 转化成一个对象 那反过来 比如说刚才我们 还有个方法 是不是叫做json.pass 它有什么用呢 大家看 比如说我建议一个str 等于 它的作用 是把一个对象 转化成对应的 Json格式这样的字符串 比如说我输出str 大家看 代码第45行 有没有发现 输出的是一个字符串 我把它编大一点 虽然可能觉得 这两个长得一样 但你注意 代码第43行 大家有没有发现 前面的箭头 是能讲开的 它是一个对象 但是代码第45行 输出的 它并没有箭头 因为它其实只是一个 字符串 并不是一个对象 所以说 大家明白 这两个方法的作用了吧 json.pass 可以把一个json格式 字符串 转化成对象 而json.pass sringify 可以把一个对象 转化成json格式 字符串 它俩刚好是相反的 对不对 那这个跟我们 深考贝和填考贝 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我们完全可以用 json.pass 和json.sringify 去实现一个 深考贝 那仔细看 我这边是不是有个 obj1 它表示的对象 比方说 我们现在通过 json.sringify 把这个对象 转化成一个 对应的字符串 对 转化成字符串 然后我再通过 json.pass 把这个字符串 再转化成 对应的一个对象 比如说我们叫obj2 这时候 我们输出obj2 看一下obj2是什么 大家没发现 也是同样的 name是写成 A就是34 对应的字符串